Namo Amidah 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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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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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到了中元节这一天 乃至于整个荣历七月份 从七月初一开始到七月底 民间都在做普渡法会 目的是要超渡自己的祖先 演变到现在甚至扩大做法 也扩大超渡的对象 也就是做各种的佛式法会 超渡十方没有人祭拜的孤魂野鬼 一般所做的超渡法会 有渝兰盆栽 有放蒙山 有拜粮房宝灿 水灿 金刚灿 地藏灿 法华灿 钥匙灿 大碑灿 净土灿 或者是做三十系列 或者是放宴口 那如果是大型的法会 那就是做水路法会 但是一般呢 不是拜粮房灿 就是拜水灿 或者是放宴口 因为七月份 天天处处都在做超渡 所以这一个月 也叫做被错误的认为是鬼月 被错误的认为是诸事不吉祥的月 而认为在这一个月呢 是诸事不宜 其实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 是佛欢喜日 也就是佛欢喜的日子 所以并不是不吉祥的 忌讳的日子 为什么佛欢喜呢 因为是生自自日 也就是十方生重 经过了三个月 精进专一的修行 到了七月十五日 到了七月十五日结束 有了成就 是功德的结经 所以是佛欢喜日 生自自日 也叫做于兰盆节 就是表达孝亲 度自己父母亲人的 所以也叫做孝亲节 因此七月份 也可说是孝道月 也是报恩月 报父母之恩 乃至于报众生之恩的月份 因此七月份可以说是福田月 功德月 为什么 处处都在诵经 拜灿 念佛 都在供养三宝 所以叫做福田月 功德月 因此七月是吉祥月 而不是鬼月 祭会的月 余兰盆节 是来自于 牧连旧母的故事 也就是牧连遵征 旧度 堕落在恶鬼道 受饥 受寒 痛苦不堪的母亲 的这个典故 这一件典故 记载在佛说 于兰盆经 这一部经 在109年 也就是2020年 三年前 也曾经在我们 这个板树体育馆 讲解过 所以今天就不再重复 那么 越略来了解 于兰盆 这三个字的意义 于兰 是印度话 翻成中文 就是倒旋 倒 是颠倒的倒 旋 就是悬挂 也就是批语 批语一个人 被悬挂在空中 头下 脚上 那是很辛苦 很痛苦的 所以倒旋 就批语 很痛苦 这是于兰的意思 那盆呢 盆是一种盆子 或器具 是装 种种的供养品 来供养佛 供养修行人 以这种供养的功德 来超度 祖先 所以盆呢 也可以说是 解救 解脱的意思 所以于兰盆 这三个字 意思就是 解救 倒旋之苦 也就是 解救 超度 墮落三恶道的 祖先 的痛苦 各位人有 佛教的基本教育 是建立在 三恶报应 三四因果 六道轮回之上道 那么 如果 承认 相信 有三四因果 六道轮回 那起码必须知道 三恶道的情况 尤其是要知道 有鬼 因为 慕连尊者 救度的母亲 正是 堕落在 恶鬼道 的恶鬼 如果认为 没有鬼 也认为 并没有 六道的生死轮回 如果这一种 见解的话 这个就是 佛陀所说的 断剑 断灭剑 是邪剑 这一种 断灭剑呢 是一切恶 的这个根源 所以不可以有 这一种邪剑 那么有关鬼的故事 很多 我们 净土中 因果重书 就编有 十二种之多 每一种书 都在证明 三恶报应 三是因果 六道轮回的情况 也就是 一 建文路 献果水路 二 明报记 明报记 弃书 三 地狱见文路 幽明问答路 四 六道轮回路 五 轮回几 六 物有如此 七 作发治果 八 美德故事 九 人生故事 十 历史故事 十一 因果故事 十二 佛教故事 这些书 连友们都可以 利用时间 去阅览 了解 确实 有这个善恶 报应 三是因果 六道轮回 因此必须要 念佛 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成佛 广度众生 有关 鬼的故事 可说呢 五经中外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我在这里呢 简略的来 说一件 鬼西相弃 佛等 2019年 3月15日 所记载 这个佛等居士 是位女众 她目前住在香港 她是大陆人 在2019年 也就四年多前 我们几位连友 一起聚餐 谈起 各位 随否的这个经过 那么这个佛等居士呢 就谈起了她小时候 曾经看到 鬼魂的这个经过 她说 在我童年的时候 曾经看到 阴间的鬼魂 印象最深刻的是 大约在八岁时 曾经看到一位 身穿古装的男鬼 用手将燃烧的鸟鸟香烟 挥向自己的口 这个就是鬼魂香气 我家是住在 湖南省 恒南县 廖田镇 黄石村的地方 那一天是我爷爷 新屋落成的日子 一整天 客人很多 我们呢 也办这个 灾席 来管带客人 到了傍晚 客人陆陆续续离开了 大约是晚上 七八点钟的时候 我一个人 刚好 从爷爷的卧室 经过客厅 在当地的农村的客厅门前 两侧 都装有插箱的竹筒 两边的竹筒 各点三根香 墓地 是祭拜自己的祖先 以及祭拜过往的神奇 那么就在左边 香筒的旁边 看到一个 身穿 唐装灰色的衣服 头戴灰帽子的 蓝鬼 跟唐伯虎点秋香 那一部戏的穿着 一模一样 看到那位蓝鬼 用一只手 接浮起的 这个香烟 另一只手 捧脱香烟 往自己的嘴里 吸进去 嘴巴 用力吸香烟的 那一幕动作 把我吓死了 立刻跑去大人那里 那蓝鬼 并没有发现我 后来 我也不敢告诉 家中的大人 一直把这一件事 藏在心中 直到学佛之后 才知道 有鬼的世界 因此 回想起来 才知道 我那个时候 所看到的 就是鬼魂 慧经案 接下来 我就写个暗语 佛经说 人间各处 漫步很多的鬼神 一切人民所住的地方 一切大街小巷 平地山林 都有鬼神 此外呢 像坟场 坟墓的地方 火葬场 宾礼馆 屠宰场 医院 市场 厕所的鬼 也很多 那么 鬼呢 有时候会欺负 人 他所欺负的人 是 不善的人 但是 鬼呢 会恭敬 散心 的人 尤其是会敬畏 练福的人 所以 我们到了这一些场所 就要注意 就要注意要专心 练佛 因为鬼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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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所谓敬就是恭敬 恭敬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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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敢欺负 害怕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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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鬼 他很不安 他很苦 很饥饿 他需要安慰 温暖 那我们练佛 他们就知道 就会看到我们身上所放的佛光 他们也想要沾这个佛光 来消他们的业障 也要假借佛光 来离开六道轮轮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 练佛放光 光明的功能 就有这一些作用 所以希望我们养成练佛的习惯 一走路 脚一踏出去 就一步 一佛号 坐车 开车 都尽量养成练佛的习惯 所以我们强调要练佛生佛法 生活练佛法 练佛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就练佛 乃至练佛就是我人生最高最终极的目的 也就是练佛就人生的目的 甚至练佛就是学佛修行的目的 那么我们人类要透过仪式 来布施给王者 这个轨道的众生 这个轨道的众生 这个王者并不一定能够得到 能够得到的必须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 他必须是堕入恶轨道 堕入轨道之间 如果他生而为人 那我们对方也得不到 那生在天上 他也不需要我们的布施 在地狱也接受不到 所以必须在这个轨道 但轨道呢 必须是投生在 这个佛教名词叫入处恶轨的地方 那这个鬼才能够接受到 我们所供养他的物品 否则是接受不到的 譬如 木剑连尊者他的母亲 所堕入的恶轨道 是很苦的地方 即使木剑连尊者亲自 带食物去送给他母亲 他母亲也没有那个福报能够使用 东西到了嘴边变成了火炭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叫做业力 所谓业力不可思议 本来是物质物品 可是到了嘴边变成为火炭 甚至是火炎 这个就是众生的业力 不过不论任何人 只要练佛 就自然能够救度 我们的祖先往生极乐世界 也能够连带救度 其他在附近有缘的众生 有关练佛超度祖先往生极乐世界的故事 是很多 在这里我来说两件 第一件标题是 阿弥陀佛从佛像走出来 记录的是一位叫佛场居士 记录的时间是2023年5月4日 就是今年5月4日 那么时间地点呢 是今年4月27日早上 我在屏东山岛寺参加练佛共修 所以地点是净土中 屏东山岛寺 那么他说 当大家坐在椅子上 一句一句 持续练佛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 供桌上所供奉的本尊阿弥陀佛 面带微笑地从佛像里 走下佛桌 全身放光 走下佛桌的阿弥陀佛 与佛桌上供奉的阿弥陀佛 相貌是完全一样的 是身穿橘红色的连身袈裟 左手拿着莲花 右手垂下成接影状 全身和宽大的袖子 都涌出了好多好多的 橘色和粉红色的莲花 光明的莲花 一直飘在空中旋转 虽然小小的 可是呢 花瓣却多得数不生数 这种佛像就是 我们所谓的采云佛的佛像 采云佛就是阿弥陀佛 因为是站在云端上 随时带命 要救度众生 所以我们就简称为采云佛 我们北中南国内外的佛堂的本尊 就只有这样一尊采云佛 无二一无三 那么他说 这时候阿弥陀佛就站立在佛像前 可是显现的身材 却比佛像更高更大 好像有两三层楼高 阿弥陀的光明照亮了整个恋佛堂 而恋佛堂原来的天花板 却不见了 空间变得既宽敞又高大 大得无法衡量 感觉不是现实的世界 涌现出来的无数莲花 也充满了整个空间 我又看到好多好多深灰色的 好像影子一般的众生 从每个人有的身上 缓缓的列队走了出来 也看到我自己的冤亲在主 历代祖先 这些众生形状呢 有高 有矮 有胖 有瘦 可是脸像看不清楚 都是模模糊糊的影子 这些影像虽然很多 但呢 并不占空间 而且彼此可以互相穿越 层层叠叠地拥满了 整个大佛堂的空间 应该是累世的轮回 经历无尽漫长的苦魄心酸 对于佛法难吻的他们 是感触犹身 因此 他们礼佛比我们更虔诚 更恭敬 更感恩 他们仰望着阿弥陀佛 一边礼拜 一边小小声地在 可以感受到他们在欣喜之中 是夹杂着对过往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伤心难过 正所谓悲心交集 当我们绕佛的时候 影子众生们也竟然有序地 列队跟在我们后面绕佛 恋佛 他们之中有的年龄几百岁 也有年龄一千多岁的 供修到十一点结束之后 他们便很自然地全部各做着莲花 在阿弥陀佛的微笑的注释当中 生疼而去 随后 刚才走出佛像的阿弥陀佛 也消失了 慧静暗 观经说 佛告阿兰 即唯提西 地听地听 善思恋之 吴丹未如分别解说苦恼之法 说四语时 无量受佛 诸力空中 观世音大势志 是二大势 势力左右 我引用观经这一段经文 来说明这个故事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练佛 阿弥陀佛就会立刻出现 就像观经第七观的经文 释迦牟陀佛 释迦牟尼佛 告诉阿兰尊者 以及唯提西夫人 要他们专心地 要他们专心地注意地来听他接下来 要所讲的 也要细心地 也就是要细心地 也就是我要为你们详细地说明解除六道轮回这一些苦恼 六道轮回苦恼的法门 当释迦牟尼佛 当释迦牟尼佛说了这几句话 对于是什么法门 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开始说 释迦牟尼佛同时也间谋不说 这个时候呢 阿弥陀佛有出现了 旁边有观音四字 两位邪士 而且光明赤圣 当下 威提西夫人一看 对于 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心就催定了 在今天 在观经里面是说 得无声法忍 在这里的无声法忍是 往生决定的意思 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呢 散导大师观经书就解释说 明弥陀应声极限 正得往生也 意思就是 这段经文是在说明 阿弥陀佛 他回应 释迦牟尼佛的声音 而显现 释迦牟尼佛什么声音呢 就除苦恼法 回应除苦恼法 就是所谓的除苦恼法 这个法门 是什么法门呢 没有什么法门 不是其他的法门 就是阿弥陀佛本身 阿弥陀佛本身就是一尊 救度我们痛苦 沦为众生的佛 他本身就是救度的法门 救度苦恼的法门 所以 散导大师解释 阿弥陀应声极限 正得往生也 来证明 证明 只要想脱离六道 轮回之苦 要往生极乐世界 都能够 离开六道轮回之苦 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自己现身证明 接下来散导大师说 弥陀在空而立着 但是回心正恋 愿生我国 立即得生也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显现在空中 站立在那里 它呢 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只要回心正恋 所谓正恋 接下来散导大师是说 愿生我国 所以愿生极乐世界的愿生心 就是正恋 信受弥陀的旧度 专称弥陀的佛名 愿生弥陀的净土 这个就是正恋 回心正恋 什么是回心呢 以前我们没有随佛 只追求世间的与欲之乐 直到有六道轮回的时候呢 虽然随佛 但只是想求生天 或者是想下辈子再当人 忍来随佛 或者是呢 随其他的法门 到现在呢 都回转这一些心恋 来恋佛 愿生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回心正恋 也就是我们中风 所讲的 信受弥陀 救度 专身弥陀 佛名 愿生弥陀 净土 这个就是回心正恋 那回心正恋呢 立即得生 只要我们愿生之心 有愿生之心 专念弥陀的名号 那就是往生决定的 所以叫立即得生 现生受着阿弥陀佛 观敏的庇佑 逢胸发起 遇难成想 一旦病中的时候 立刻往生极乐世界 病中之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是在于现在 现在有信受弥陀 救度 专身弥陀佛名 愿生弥陀 净土而决定的 善导大师又说 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战利早 不是像一般的佛 端坐在那里呢 善导大师解释 三恶佛坑林林欲入 若不举足以救命 业膝之老何有得勉 为师亦故立错即行 不己端坐以腹即也 意思就是说 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 脚底下 就是雄雄燃烧的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的火 三恶道的火 已经烧到我们的脚底了 那么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非常的不忍 非常的焦急 所以他是站立在那里 待命 随时准备 我们如果 这一个夜报之身 进的时候 就用他的三个手指头 一捏 很轻易的就到极乐世界 没有什么围览障碍的 所以善导大师说 立错即行 阿弥陀站在那里 我们说明到了 阿弥陀佛立即 摄取 这个错 就提手旁 我们的这个对脸 就经文的对脸 光明变造 死方世界 练佛众生 摄取不少 这个摄 还有取 都有提手旁 这个 也是显示 我们为什么 要以战力的阿弥陀佛 作为我们的本尊 就是根据 观经的经文 善导大师的解释 也是合乎 我们目前的状况 因为我们目前 内心充满了贪嗔痴 那就是三道 三二道的这个熊熊之火 燃烧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希望 时间一到 就能够立刻往生极乐世界 不要拖延 一旦堕落三二道 乃至一秒钟 我们都忍受不了的 所以阿弥陀佛呢 不急端坐以腹肌 他来不及端坐在那里 他要随时带病 随时立刻的救度我们 接下来再说一件 练佛修目 接现佛像 这是在日本 记载者是田中卯三郎 他说 日本昭和二年 也就是民国十七年 西元一九二十七年 那就是九十五年之前 他说 我与修道法师 福松居士 前往来迎世 整修很多五远的魂墓 整修完毕之后 我们三人站在墓地 那个时候是四月天 是无风无雨 天气晴朗的好天气 我的面前 有一个墓碑 忽然震动 前后四次的震动 而且有声音 那个声音 好像地震的声音 福松居士就惊讶地问 啊 是地震吗 修道法师也惊讶地问 啊 怎么这样 那个时候我一时害怕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真是奇异的现象 之后我们练佛晚了 就各自回家 在那一天的晚上 我梦到有很多的佛 现金色端眼之象 从墓地的西南雨 陆陆续续地出现 晚然欢悦 皆现欢笑之状 此亦其锐也 这就是显明 我们练佛自然能够超度 当地的亡魂 那超度不是超度三热道而已 是超度到极乐世界 那到了极乐世界呢 几乎是直接成佛道 为什么呢 这个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二十一愿 就说众生往生之后 就跟他外相一样 三十二相 八十种随形好 那么相是由心所生的 有什么样的相 就有什么样的心 既然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 就表示他的心 已经是佛的心 那佛的心呢 是没有贪嗔是妄想杂恋的 没有见佛 师佛 尘杀佛 无名佛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立即成佛 那么我也写了暗语 无缘佛 是指指长久没有人 祭拜打扫的佛墓 三个人代替整修 并且诚心恋佛回向 愿彼等往生极乐世界 当时立即有应验 有什么应验呢 在这里举出两个 一 墓碑震动 这或许是往生者的感恩表达 二 梦中视线彼等往生成佛之锐像 因为凡是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直接成佛 这个都可以证明 弥陀救度 是绝对真实 是毫无虚假道 善导大师说 弥陀应生极限 正得往生 是故恋佛是超度祖先 最直接的法门 方法简单 效果立即 方法很单纯 很简单 就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我们随时 随地 随处 随缘 甚至随心情 都可以练法道 而且 阿弥陀直接去救度对方 不是说 我们诵经拜灿 然后用回向的 不是的 所以是直接的 简单的 立即获得效果的 荫光大师也说 做佛事 唯恋佛功德最大 什么叫做佛事呢 就是诵经拜灿 做法会 目的 就是消灾严寿 或者是超度祖先 那么 所做的任何佛事呢 只有恋佛的功德最大 其他的功德呢 都不是最大的 英光大师又说 做佛事 以恋佛为第一 余皆场面好看而已 做佛事 以恋佛为第一 那其他诵经拜灿 的种种 就是第二第三 余皆场面好看而已 其他的诵经拜灿 都是场面好看 场面好看 好像没有实质的 利益功德 其实也不是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的 只是说 任何的佛事 跟练佛来比 是不能比的 所以 英光大师 就说了 做佛事 不必练经拜灿 做水路 以此等事 皆属场面 以专一练佛 做佛事 缺乌效 世俗 土好看 或练经拜灿 做水路 通通不需要 但专一练佛 则其利益 天渊玄殊 其他 练经拜灿 做水路 要跟练佛比的话 那是天差地别 是这个意思 宝并建王 金仁帅 以诵经拜灿 做水路为事 光与之有眼 光就应光大师 他说 我应光 跟我的知心好友 都要他们 接定练佛 以练佛利益 多于诵经拜灿 做水路多多已 多于恶道 如能以至诚心 未比练佛 亦可藏佛慈力 往生西方 这个就是 应光大师 有一位联友 这位联友的祖母 去世了 那恐怕 是跺在恶鬼道 所以应光大师 写信 告诉这位联友 要他 只要自成恋佛 也能够超度 恶鬼道的祖母 那么这几段 发言都应光大师 所说的 这个呢 就是证明 前面所讲的 这个两个故事 这两个故事 他们也都是 练佛而已 甚至第一个故事呢 他炼佛呢 也是随缘性的炼佛 并没有力排位 特别为祖先来超度 但是自然呢 就有这样的功能 那么这一种功能呢 是有示证的 也就是经典的证据 接下来 这两句呢 显示阿弥陀佛的 大慈大悲 可以说是 非常的主动 积极 呼唤 不管在任何道 的这个众生 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 地域 畜生道 的众生 都要快 肃生我差 最好是今生今世 就到他的极乐世界 去受快乐 这个快乐 不是世间的快乐 是成佛的 涅槃的快乐 涅槃的快乐 就究竟圆满的快乐 阿弥陀佛又说 长运慈心 把友情 度尽阿比 苦众生 要把阿比地域的 众生 通通度尽 那显示阿弥陀佛的 救度是不讲对象的 连阿比地域的众生 也没有条件的 要救度他 二 又说 三恶道中 地域 恶鬼畜生 皆生我岔 受我佛化 不久 吸成阿诺 多罗三秒 三菩提 要三恶道的众生 到极乐世界 要让他成佛 三无量寿经说 若在山土 疾苦之处 见此观明 接着休息 无复苦恼 受终之后 接蒙解脱 三恶道的众生 无名痛苦 他哪能练佛 蒙受佛光照耀呢 是靠我们现在的眷属 为他们练佛 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就放光到 三恶道 救度我们的祖先 是谭伦大师 赞阿弥陀记解释说 三土黑暗蒙光起 意思就是说 阿弥陀的光能 功德 光明的这个功能 利用 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呢 是三恶道的众生 蒙受阿弥陀的光明 照耀 他的无名黑暗 也就是怀恼 就破除了 佛事就显现了 又说 一蒙光照罪构除 对方的罪 生生世伦的罪 通通消除了 又说 慈光霞披施安乐 阿弥陀的慈悲光明 照耀远远的三恶道 使他们离开三恶道 获得成佛的永恒 安乐 经说 佛身充满于法界 普现一切群生前 谁原父敢迷不周 而恒出此不敌作 新帝观经说 以其兰女追圣福 有大金光照地狱 光中演说圣妙法 见我文法当成佛 幼婆舍戒经说 若父丧疑 多恶鬼宗 死为追福 当知己得 谁原往生经说 若有临终即死 堕地狱 家内眷属 为其亡者 炼佛 即转送 灾腐 亡者 即出地狱 往生净土 又说 现在眷属 为亡者 修复 如祥远人 无不获果 必如世间 犯罪之人 心中思维 望诸眷属 求诸大力 救其为恶 今日烧香 望得解脱 被亡者 称其名号 修诸功德 以福德之力 原是解脱 亦父如是 净生十方 无厌不得 犯网经说 父母兄弟 死亡之日 英勤法师讲 菩萨戒经 福之亡者 得见诸佛 生人天圣 引用这几段经文 都是佛说的经文 是为了说明 为亡者 做佛事超见 都有功德的 那么其中 念佛 是最简单 最直接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能多说 那么在这里 要跟大家介绍 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净土中 台北炼博会 我们目前 新北市有六个 炼佛会 一直以来 台北市并没有 炼佛会 但最近 已经有了 那地点在哪里呢 地点在台北市 巴德路 巴德路 四段 361号 地下室 这个炼佛会 这个炼佛会 是我们目前 北区 最大的炼佛会 占地有 一百九十平 佛堂是方正 宽阔 庄严 光明 空气 也很好 那么 这一个月的三十日 也就是星期三 还有三天 我们要在这里 台北炼博会 举行 替度 典礼 也有 法义 分享 这里的交通 是很方便 因为 门口 就是 公车站 那么 如果搭捷运的话 就是 新店 南港线 在南京 三民 站 三号 出口 一直走 到东兴路 就右转 走路到练佛会 大概十几分钟 我们这个外面服务台 有详细的供修时间 还有交通图 那如果是开车的话 附近也有停车场 接下来我们来练这个练佛勇团聚的祭送 请大家合掌 跟随我练 福愿有情接念佛 福愿有情接念佛 临终往生极乐斑 临终往生极乐斑 家亲眷属永团聚 家亲眷属永团聚 光寿如同大愿亡 光寿如同大愿亡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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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